你问大姐说 你想找个啥样的人呢 啥意思 她看不上我这样就更好 就身体看样 这件事不太行 有病 挺不放心 那你抱着她一会儿 有没有啥毛 哎呀那你 那你随便问 你不要你不为啥 那你就得相亲 就是得当面罗对面骨的 你啥事都整明白了呀 那你回家多闹心呢 对不 再说了大姐怎么看出 脸子不好的 人家发黄嘛 你看看 我眼就量身 我都七十多岁 我看不清这个 我的妈 真是奇葩 年年有纪念特别多 人家相亲 都是巴布的成功呢 你这相亲 直接巴布的人家 看不上你 我就那么了 你天天洗脸 不照镜子嘛 你丑丑都七十多岁了 都长成啥样了 就这大妈 貌美如花的样 配上你都是鲜花 插到牛粪上了 你竟然还看不上她呢 真是饱汉子 不知恶汉子机 最主要兄弟们 这老头气人的 还给人家诊断病情呢 好家伙 你眼睛是个 行走的超声波 看人家一眼 就知道人家有病啊 你连个医生都不是 还在这说人家有病呢 信不信我举报你 非法心意 我咋看着你有点大病呢 你瞅瞅你鼻头的样子 像不像满虫 在你鼻子上面住家了 别人是压根没病 身体好着呢 就你一身高血压 被加心率不起 哎呀 越说越气 兄弟们搬好凳子 咱一起来怼 怼这老头 六楼啊 这下 你好大姐 红娘甜甜 刘大妈63岁 李懿退休金1100元 打工收入4000元 有三套房子 大家惊讶不惊讶 首先是这大妈 压根就不像是60多岁的人 这不妥妥的才四五十岁吗 长得可真年轻啊 并且让我惊讶的是 人家大妈可是一个人带大女儿的 竟然还能买三套房子 虽然房子不大 但是这三套房子可是不少钱啊 而且人家现在60来岁的 还要强的出去打工挣钱 前几期60来岁的大妈们 早就退休出去逛公园了 你看看 这大妈好不好 这条件跟着身板长相 这不妥妥的乡亲戒的天花板吗 而且这大妈上来 就给我们准备了一顿饭 姐 这准备饭啦 那一定得准备呀 你们这么远来的 还从早上开始 走是天太冷了 太热情了 你得一路一路都 冻坏了都 还行 但是确实是有点太远了 到时候见多就出发了 应该是四个多小时吧 对 四个多小时 大姐你多高 我一米七零 我感觉这大个看起来 我得这么看你 你看看这桌子饭菜 看着我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大妈当初为了生计 可是自己开了一辈子饭店 虽然不算什么大厨 但是在家里把饭做出话来 那是没问题的 大妈的性格就属于 小家碧玉那种 就喜欢安静点 用大妈的话来说 当初就是瞎了也嫁错人 所以现在见到男人都防卫 但是现在老了也没办法 自己一个女人家的老了 也算是老无所依依 所以现在想找个老伴 那大妈想找啥样的老伴呢 大妈在寻伴侣要求也是很简单 只要知疼知热对自己好就行了 这咱还真有个有文化 并且知疼知热的老头 赶紧看看是谁吧 赖大爷73岁丧偶退休金5000元 有独立住房 好家伙 这节目组现在是条件升级的吗 这段时间找的大爷大妈的档次 都提高了不知道多少 找一个就是100多平的房子 外加高额的退休金 这房子跟退休金 猪猪看了都心动 大爷也算是个草痕逆袭 当初在厂里工作 最后调到了人力资源局工作 自己一个人打拼直到退休的时候 都已经混上副局长了 唯一的遗憾就是没当上局长 要不然现在的退休金 肯定还会更高 大爷年轻时候生过病 所以体质一直不怎么好 但是为了自己能活更久 这老头可是无所不用其极 师父都特别有讲究 并且每天都会做做操 用老头的话来说 多活一个月 多领一个月退休金 拉倒吧 大爷你可别演示了 这不妥妥的是我们东北特色沐浴文化吗 先搓手再搓灰 最后再来个全身推奶 得了吧 赶紧说说你想找啥样的老伴吧 他找的老伴的目的 是想要挣了半个月 不是找人 哎呀 怎么找老头挣两个钱 因为我这俩钱嘛 也不够挣的 文化搞点更好 能够愿意生活 下这活能会干 就你还文化人呢 说个条件都说不明白 老头就是想找个热爱生活 并且会料理家务的能踏踏实实 跟自己过日子的大妈 你看看 这不小妈妈给小巧敲门 巧到家了吗 人家大妈料理家务还要做饭 那绝对没法说 俩人赶紧见面吧 大哥 大姐 你们两个互相做一个自我介绍 好 我叫我姓赖 叫赖明和 我姓刘 刘相亲 过个手 你好 大哥 大哥这个嗓子最近有点不太舒服 所以说话听起来有点哑 啥哑 你对大姐第一印象咋样 因为还行 中间还行 比较不错 还可以 就长得吧 这个身材上 性格上 操合还行 感觉这个人呢就是很稳 一进大哥墙 你没发现大哥这个 嗓子手术挺低的 比较好 比较好 比我是不敢提 你俩差不多 但是他一个男人 你看他手术得也挺好 这俩人见面可真不错 起码没有说见面就没演员 我算是总结出了一个道理 只要第一也没演员 那这次相亲黄的几率比较大 但是老头一坐下来可就不老实了 直接就植入主题 先问家里再问个人 你哪是跟他忙啥呢 他呀 他在 他就喜欢玩 在那KTV 最近这几年也不行 赔了一百来玩了 儿孙子玩垃圾 儿孙子有儿孙子 垃圾混他也不用大姐 大姐能有多少能力啊 老头你是不是有点大病啊 人家儿子垃圾荒 跟你右屁的关系 俗话说的好 儿孙子有儿孙福 人家大妈都没替儿子还钱呢 就算你俩在一起了 你是能给人家还账吗 而且人家儿子自己做生意 生意哪有那么好做的 挣钱跟赔钱不很正常 但是经过红娘的劝说之后 老头也是想开了 说是想开了 但是找事的问题 那可是一个接着一个 保障方面想什么待遇呢 我什么待遇也没有 就是一个参加保险 现在下的是一千一百块钱 什么保险也没有 他怎么没有保险 他有一两保险 每个月都给他开钱 但现在都已经开了 一个月开一千多块钱 那不就相当于羊老保险 老头你老是告诉我 我知道你嗓子不好 你也没告诉我你耳朵不好使啊 人家都说人家每月有退休金 你还说人家没退休金 你有毛病吧 竟在这里找事 但是大家都以为老头背后娘 怼一顿后会收敛很多 但是我想说的是 咱们都把老头想简单了 老头是彻底在做死的路上走稳了 别不信 你听听人家老头说的什么虎狼之词 你那个找老伴选什么样的 我听听 我现在怎么说呢 我也挑不上眼睛 我本身我自己没有那个好的条件 就别饿了 就是这样 你问大姐说 你想找我啥样的人呢 啥意思 他看不上我这没个好 来人啊 把我四十米屠龙刀拿过来 你看我不看死这老头 这老头属实有点不是东西啊 你俩往那一站 妥妥的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压根就是不匹配 人家大妈还没说嫌弃你呢 你这还直接就嫌弃人家大妈了 还直呼希望人家看不上你 你要是真看不上大妈 你就直说不就得了 非在这鬼妈抹角的做死干啥呢 大家这时候以为老头的做死之旅就要到头了 但是人家老头可不想结束 在结束之前非要再说一点虎狼之词 听完这话后 我都想一巴掌拍死他 就身体看样 脸色不太行 有病 听完不放心 那你抱着他一会儿 有没有啥毛 哎呀那你 那你随便问 你不要你不为啥 那你就得相信 就是得当面罗对面骨的 你啥事都整明白了呀 那你回家多闹心呢 对不 再说了 大姐怎么看出脸子不好的 脸色发黄吗 你看看 我研究阳神 我都七十多岁 我看不清这又不得了 那你觉得他脸子黄 是会有啥毛病呢 我当然是毛病 最后大妈也是受不了这做死的老头了 赶紧结束相亲 这老头也太气人了 得了 本期视频宣布相亲失败 好了 我是爱解说相亲的猪猪 我们下期再见了 再见了